五二战争在今天传出了重大的伤亡 俄罗斯发射了两枚的弹道飞弹 这攻击的对象是一所学校 因此造成了41个人死亡 这也是开战以来单一攻击事件 死伤最惨的一次 而乌克兰方面还说 怎么会刻意挑开学的第一天呢 简直是恐怖攻击 才刚下装甲车 无军部队都还没有摆好阵型 就先身陷枪临弹雨 刚开打就有同胞受伤 还好队友迅速架起机枪 火力压制 周围的这片树林 有如浓厚的战争迷雾 一手难攻 乌军也只能且战且走 乌军第三突击率在哈尔科夫 击退了俄军 就算是在自家的国土上 也受限地形因素 依旧是苦战 更何况是进入敌方的领土 原来乌军当初攻进俄国库斯克的第一步 就是先派除雷小组引爆边境的地雷 才能让装甲车部队长驱直入 跨境打击的不只是库斯克 乌军还对俄国边境的贝尔哥罗德 再度发动炮击 汽车陷入火海 还波及附近几栋的民宅 俄国官方宣称造成一死十多伤 几天以来 乌军已经多次发动跨境空袭 可能就是为了分散俄军的注意力 不过周一俄军又对乌军 首都基辅以及几个大城市 展开报复空袭 乌军称来袭的33枚飞弹之中 至少拦截了22枚 地面上有两人受伤 俄军挑这天空袭恐怕别有用心 故意这天正好是乌克兰的开学日 空袭警报一解除 学生照样要到学校上课 此时荷兰总理史库夫也在基辅访问 总统泽伦斯基也带他感受一下战火开学日 藉着学生的温情喊话 泽伦斯基再向西方争取更多的武器 不只是要军援 还要松绑武器的打击禁令 喊得很着急 因为现在乌克兰东部前线 越来越不乐观 俄军在顿内斯克主要的两个突破点 西边这股逼近波克罗夫斯克 也就是红军村 夺下不远处的两个门户城镇 新旧赫罗迪夫卡 距离波克罗夫斯克只剩5到12公里远 东边这股则几乎攻下名为纽约的小镇 逐渐包围拖列刺客 这座人口3万的小镇也濒临沦陷 俄罗斯总统普京气厌阵望 还大骂乌克兰市入侵的土匪 此时普京仍在蒙古访问 这是国际刑事法庭发布逮捕令之后 普京首度访问缔约国 蒙古当然没有逮捕普京 这让乌克兰气得大骂 蒙古重创了国际司法体系 T恤这么不到 而加萨这边依旧是烽火连篇 最新的是有6名人质遇害 这也让以色列反纳坦雅胡的声浪 是再度的高涨 有70万人上街抗议 另外是最大的工会 他们也号召要来罢工 而想要平息 纳坦雅胡他虽然赶快向家属道歉了 不过态度依旧是很强硬 以色列士兵赫枪实弹细细搜索 可疑建筑 但地点却在约旦河西岸地区 自从乙军上月底 对西岸展开最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 枪声和推土机的声音 几乎成了西岸地区的日常 乙军推土机无情翻脚 折宁地区的市区街道 导致沿路的商家不止无法做生意 道路上也满布各种伤疤 到处充满磁气沉沉氛围 以色列继续在这里执行返口 最新也公布在空中发现武装分子 穿梭折宁街道的画面 而这些人没多久就遭乙军瞄准击毙 2号却有西岸居民气愤 抬出亲人遗体抗议 指控乙军过程中还是涉嫌滥杀 并反算以色列是在加萨赢不了才来找西岸算账 至于加萨目前的处境也令人堪忧 周一持续遭无情轰炸 加萨成一辆汽车当场被烧成废铁 四周至少三人死亡 场面一团混乱 问题已军目前还是无法顺利救出更多人质回家 上礼拜巡获6具遗体后 反而引爆以色列人民怒火 1号当天最高70万人走上街头 占据高速公路瘫痪交通 以色列总工会隔天也号召大罢工 响应的单位包含国际机场 各地私人企业还有学校医院等 他们认为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迟迟不肯达成听货协议 才错失救援良机 加上死亡的6人 是在以军抵达前不久遭哈马斯 残忍处决 死者之一 没以双重国籍男子的家人 最终还是只等来冰冷遗体 他的妈妈2号在葬礼上向儿子道别 演说内容让人鼻酸 对于无法成功解救人质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向家属盗窃 却显然不肯轻易让步 包含还是拒绝撤出埃及和加萨边界的废城走廊 说担心哈马斯又挖地道起死回生 这样的态度连拜登都感到忧心 但是时间不得人因为还没获释的101名人这当中 研判已经有35人死亡 剩下的人还能撑多久没人说得准 以哈战争也继续掀起相关的种族仇恨 就连休假中的美军都惨遭波及 遭土耳其激进分子以支持以色列为由包围攻击 眼看以哈冲突还在延烧 英国2号宣布暂停对以色列发放30项武器出口许可 以色列则是以失望两个字回应英国做的决定 野新闻 综合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